秋風 我是舞秋風 其實秋風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 一千塊到底能買多少寶貝球 寶可夢寶貝球 一千塊 到底能買多少個 我來看看好了 800個皮卡丘幣能買 200顆球 800個皮卡丘幣 相當於 一千塊大概可以買 四千個皮卡丘幣 所以我可以買一千顆神奇寶貝球 相當於一塊錢買一顆球 我不是要買這個神奇寶貝球 欸不是不是這樣亂丟 我不是要買這種神奇寶貝球 好嗎 我要買真的可以用的 神奇寶貝球 好不好 我們去買看看 看能買多少神奇寶貝球回來 秋風買回來了 秋風在阿馬龍 日本的那個 亞馬遜購物網站 買回來了這一箱 從日本去過來了 到底買了幾顆神奇寶貝球 答案是 一顆 就這一顆 那個其實他有大概 其他方法可以買到 就是官方出的神奇寶貝球 那這個也是官方出的 他有比較小顆的 就是大概手跟手差不多這麼大的 他可以買 一千塊大概可以買四顆 可能不到四顆三顆多一點 可是 對不起沒有運到台灣來 這一顆 有這一顆可以運到台灣來 這一顆其實沒有到一千塊 這一顆大概八百塊 不過算上運費的話 就超過一千塊了 摸起來 抱起來還蠻舒服的 還是坐墊 總之就是一顆神奇寶貝球 可以丟 我要收服你 我們今天的事況 就到這邊結束了 這一顆 價值不菲 我應該好好保護他的 如果你還想希望 秋風買什麼東西 可以留言在下面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秋風出來了 這一顆神奇寶貝球 感覺好浪費 對不起各位 請坐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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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